大家晚安 又一个新的台风生成了 是今年的第九号台风 立起码台风 那么接下来呢 它非常有机会 在这个星期影响台湾各地的天气 时间点就落在这个礼拜三之后 但是因为现在呢 它的路径变化还相当的大 所以提醒大家 不见得会直接影响台湾 但是呢 务必要持续的密切观察 它的最新动态了 那么整体来说呢 礼拜三之前 各地都是很晴朗眼月的天气 就像今天一样 但是礼拜三之后的天气变化 就要看这个立起码台风 它接近台湾的程度而定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卫星云图 立起码台风呢 目前的位置 在菲律宾东方的海面上面 昨天新生成了 形成热弹性地气压 而今天很快的 就增强成为轻度台风了 那么接下来呢 它会持续的发展 并且沿着高压的边缘 朝台湾的东北角的方向前进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路径变化 接下来呢 它的结构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完整 并且呢 慢慢沿着高压的边缘 朝台湾东方的海面前进 有机会呢 提前北转 往日本跟韩国的方向前进 但是其实也不排除呢 直接朝台湾的方向前进 直扑台湾而来的 现在呢 各国的路径变化呢 都还有很大的不同 还没有一个共识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 接下来这段时间呢 还是要持续更新最近的气象资讯 如果它真的要影响台湾的话 时间点预估会是落在 这个礼拜四到礼拜五 礼拜六这一段时间了 好 我们进入来看一下温度的变化 未来这一周呢 各地都是晴朗又炎热的天气 特别是呢 在礼拜三之前 高温都可以来到了 33度到356度左右的气温 外处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那么礼拜四之后的气温呢 就要看立起码台风 接近台湾的程度而定了 如果比较接近台湾的话 带来一些风雨气温就会明显的 往下掉转凉了 东南部地区同样的也是 未来这一周都是很晴朗炎热的天气状况 礼拜四之后呢 同样的也是要看立起码台风 接近台湾的程度而定了 那么在降雨的分布图呢 礼拜三之前都是以周五过后 直步午后震雨为主的天气情况 山区的午后震雨会来的比平地来的明显 所以整体来说呢 礼拜三之前都是好天气 大家可以好好把握好天气 赶快做好一些防台的准备 那么礼拜四之后呢 随着例行嘛 台风逐渐的接近 有机会外围还流 就会开始影响台湾各地的天气了 但是现在呢 再提一次哦 其实变数还很大 大家不用太过云的恐慌 但是务必要提前做好一些准备 同时呢 也要每天更新最新的台风动态了 未来这一两天 都是它发展的关键期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呢 除了在东半部地区呢 因为是影封面 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之外 西半部地区 整体来说都是好天气 那么呢 在靠近山区 特别是南部的山区呢 会有一些午后震雨发展起来 提醒您前往山区 还是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